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才展示了DX Jane的20841一句 我只是隨便直播 其實是做甚麼呢? 剛才就拿了一個掃法 類似一個這樣的東西 加少許拍攝和打板的東西去研究一下 真的不是特別的 但有時沒有那麼悶 大家有歡喜 好了 先說一下剛剛的動作做甚麼 記得這些動作可以加在某些歌曲的伴奏上 或是有些間奏 譬如周权良的歌曲是唱唱蠻糊 不時有說唱的 說唱的可以怎樣做 但有這麼久 不是的 我們可以加上剛剛的拍子 拍扇打板的東西 剛剛的拍子是甚麼呢? 我應該是C弦來為例子 大家看右邊就可以了 跟左邊是沒有甚麼關係的 一落 即是隨便拿著食指 拿不拿時間 總之平時一落 千萬會拿這個 一落 二上 三拍 記住 指尖拍到 阿包的洞 指尖 你太落又不太好 太高又不太好 剛剛好大概這個位 拍完 先黏著一條線 這已經叫做 拍線的了 然後 拍完別動 揮 揮 揮的意思 好像這樣 收拳頭 看看右手 摩角度 拍 拍 拍 這邊看 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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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拳頭 好了 那手是否上來 在洞的上面 那就方便了 在這裡 坐一坐下去 坐 就是這個Bass drum 或是手腕的骨 這樣坐一坐下去 好了 手由直的 直的意思是這樣 這樣是直的 並不是這樣 又不是這樣 突然間直的 坐下去 坐下去 不需要勾到任何線 還有一個 我們叫敲門 叫Bass Bass 敲門第一名 其實是用指甲下面的骨 去敲一下 那另外 Bass Bass 你一切 一落 二上 三拍 指尖 拍下去 四拍 四拍 揮上來 揮上來 然後手腕大概在洞上 就剛好 坐下去 手腕 然後 揮上來 就是這樣 四拍動作連起來 是這樣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當然你可以快一點 我現在是慢版 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 這些不是難 是嗎 下不是難 上不是難 拍都不是難 揮上來 也不是難 其實練五分鐘都會懂 這幾個動作 但你會發覺 一落 二上 上完 馬上拍 還沒上完 就拍 Bass 就是這樣 你說 有一點像舞舞的曲 因為有些音符 可以做到 有些Bass 有些Bass 有些拍子的做法 也不介意我這個Bass 但我不介意你 可以修改我們這些做法 去研究一下 例如說 舉個例 我Bass 就照舊 比較容易 例如說 Lock 拍 Bass Lock 拍 Bass 第二下 跟拍扇就不太急 都可以的 可以自己 調配一下 另外 Bass OK 我練到 我OK了 很厲害 我想有多些花款 不彈都可以看 去通理試結他 不怕打 別人的結他 起碼也有些事情 搞一下 好了 其實這個結他 是用木做的 我想應該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個木 只要你用手指的骨 或者任何硬物的 接觸點 小一點的硬物 比如指甲 或者手指頭 唾下去也有 嘟嘟聲 有嘟嘟聲 有剛剛那塊指甲的骨 敲 這個木邊位 一樣 敲這裡 一樣 敲這裡 敲這裡 一樣 敲這裡 一樣 真是一樣 其實都是那個聲 只分 砰和砰 我不管你砰在哪個位置 但這裏也可以砰 譬如這個位置,用手腕材進去 這樣也可以 現在拍一下屁股 又可以 好像木箱鼓一樣,飲你墳,但沒有指定在哪個位置 如果比較帥氣,比較威風,你可以試試這樣 看一看這邊,因為我的鏡頭拍不到下面 看一看 好,突然又威風一點 到處都可以,是你熟不熟的動作 不可以彈都可以看 不要說放在哪首歌上 或者是否間奏還是Hincho 但間奏的一定可以 而且挺搶風,我覺得可以捏捏 也不算太難 沒有我其他影片說這些動作 因為現在我們不需要彈任何線數上的東西 但之前那些什麼Nail Attack 或者我叫片片片 這些要彈到某些線就更難 這些比較容易上手 就是這麼簡單 例如你剛才看到我 例如說這裡有某條線 其實是一個Pick Up的線 原來 敲下去了 舉個例子 就是這樣 很容易做到這些聲音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研發一下 會不會彈到一下之後 放在某個歌上做間奏呢 對了 譬如說 舉個例子 周杰倫 手勢的銅錢 可能沒什麼人認識這首歌 可能有人認識 手勢的銅錢 去到 我想分兩分鐘左右 它會wrap wrap的時候 我就可以 加一下這些東西去玩一下 大家可以研發一下這個動作 這個我就 沒有特地去剪片給大家了 因為我 明天生日就準備去 準備去旅行 就循例拍條片給大家聖誕 在家裡研究一下 彈一下其他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收看